大家好 欢迎来到体育比赛传奇 WTT新加坡大满关赛持续两个星期 终于圆满落下帷幕 中国乒乓球队成为此次赛事的最大赢家 将所有五个单项的冠军都收入囊中 其中 混双冠军 王楚清与孙颖沙组合 女双冠军 王曼玉与孙颖沙组合 男双冠军樊振东与王楚清组合 女单冠军陈梦 女单亚军王曼玉 男单冠军樊振东 男单亚军马龙 除此之外 国拼还顺带收获了男单女单亚军 如果双打可以抱两队组合的话 相信中国队还会扩大战果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 WTT新加坡大满贯赛事可谓诚意满满 为选手们提供总额200万美元的奖金 约合人民币1273万 而且男女选手将获得同等的奖金 这在乒乓球比赛来说 奖金是史无前例的丰厚 由于中国选手取得了优异成绩 不仅收获了世界排名积分 而且奖金金额也让人心动 下面盘点一下 中国乒乓球队主力选手 在这次新加坡大满贯赛 挣得奖金多少 第一名 樊振东拿到男双冠军 奖金12000美元 与王楚清平分得6000美元 樊振东拿到男单冠军 奖金10万美元 合计10万06千美元 约合人民币67万元 第二名 陈梦拿到女单冠军 奖金10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63万元 第三名 王曼玉拿到女双冠军 奖金12000美元 与孙颖沙平分得6000美元 王曼玉拿到女单亚军 奖金6万美元 合计66000美元 约合人民币42万元 第四名 马龙拿到男单亚军 奖金6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38万元 第五名 孙颖沙拿到混双冠军 奖金12000美元 与王楚清平分得6000美元 孙颖沙拿到女双冠军 奖金12000美元 与王曼玉平分得6000美元 孙颖沙拿到女单 第三名 奖金3万美元 合计42000美元 约合人民币26.5万元 第六名 王楚清拿到混双冠军 奖金12000美元 与孙颖沙平分得6000美元 王楚清拿到男双冠军 奖金12000美元 与樊镇东平分得6000美元 王楚清拿到男单16强 奖金15000美元 合计27000美元 约合人民币17万元 就连从资格赛杀入正赛后 首轮出局的相鹏也收获不小 相鹏资格赛第一轮 获1300美元 第二轮1500美元 第三轮2500美元 光资格赛就得了5300美元 加上正赛首轮5000美元奖励 共有10300美元 约合人民币65000元 其他中国乒乓球队的参赛选手 得的奖金基本上都比相鹏多 这一次比赛 大家都收获满满 不过按照中国国家体育总局 国家队运动员有奖比赛 奖金管理暂行办法中的相关规定 运动员大约只能拿到50%奖金 其他部分将由教练 陪练 单位和体育基金等分配 所以樊镇东 陈梦 王曼玉等人 最终能拿到 获得的奖金一半 即使这样 在半个月时间里 能挣上二三十万元人民币 也非常了不起 期待 国平健将们接下来的 WTT多哈赛上 再接再厉 名利双收 继续取得好成绩吧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